LJ生产时一度难产 感受生命的可贵 真的是拿名在赌 演员陈佳化在拍摄电影《宿命道》时 因为一场一身救援孕夫的戏份 坐在甩轨的救护车上感受到肾上腺素飙升的紧张感 这让她回想起自己生产时的经历 也让她更加珍惜生命 陈佳化生儿子时 也一度难产 她形容真的是拿名在赌 她认为每个能够健康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赢家 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陈佳化也不必会跟自己的溜 在儿子探讨生命教育的话题 她认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经历和教育 让孩子了解生命的可贵 也让成年人面对生死这个课题时更加从容不迫 陈佳化也领悟到对这个世界投以善意 生命也会用其他良善的方式回应 她呼吁大家不要否定自己 而是要好好爱自己 好好与自我相处 这样我们都可以成为一百分的人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珍惜生命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应该用善良和爱心来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 让自己成为一百分的人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